202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于7月14日至30日在日本福岗举行 中国跳水队派出由王宗元、全红缠领衔的18人队伍出征 参加全部13个项目的比赛 全红缠10日抵达福岗日夜操练,加紧备战 按照赛程,7月16日,他将联手陈宇希在一天内完成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预赛和决赛 7月18日,参加女子单人十米台预赛和半决赛 7月19日,与陈宇希争夺女子单人十米台冠军归属 北京时间7月16日,国际永连世锦赛女子双人十米台预赛 卫免冠军全红缠斜杠陈宇希表现完美,以绝对优势晋级 女双十米台,全红缠斜杠陈宇希有着绝对优势 卫免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两人的对手只有自己 陈宇希目前手握三枚世锦赛金牌,而全红缠则是二金一银 绿赛中第一跳,两人在难度系数2.0的201B发挥几乎完美 获得两个十分,拿下56.400跑 第二跳,难度系数2.0的301B,两人的表现更是无可挑剔 裁判给出了7个十分,两人拿下了58.80分,扩大领先优势 第三跳,难度系数3.0的107B,两人的发挥依然稳定 获得77.40分,拉开与身后选手的差距 第四跳,难度系数3.2的407C,两人的发挥仍然无可挑剔 拿下87.36的高分,几乎提前锁定第一 最后一跳,难度系数3.2的5253B,两人完美收官,拿下85.44分 这样一来,全红蝉斜杠陈玉希以总成绩365.40分获得第一,成功晋级 优势有多大呢?领先第二名达到了71.28分 几乎是少一跳的成绩碾压排名首位 美国与英国组合分别获得第二与第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